首先的這個這個4號做5號就讓我們感覺到不大對勁 嘿嘿 不好 那麼這個5號球 哎呦啊 有沒有掉球 撕水藍 眼睛裡面露出了希望 剁肝 哇 這小心會被洗底袋 好吸 剁肝 哎呦 打進 真的是打得讓人心驚蛋 夏威卡也是看得笑嘻嘻的 呵呵呵 那個真的沒辦法 不死的 不忘得著下 再看一次 啊 躲不過 這個球他想灌中 確實有一點點不服氣的感覺 等一下 哈哈哈哈 Another one 生傲的一个进球 哎 生傲的进球 但是 诶 四大球还是掉球 还是掉球 这个球如果说好像有 好 左上一颗心 果然简进 这个球 我是常富宁 来跟大家一起来收看 这一场可以说是 传奇人物对传奇人物的比赛 对 这两位选手在过去 也是交锁了无数次 因为 如果说你是泛泛之辈 就罢了 同样都是顶尖高手 在每一场的比赛反而非常有机会 在这个 FM Reyes 先进攻 比球获胜 在这一场比赛 这一场比赛 好 冲球 我们看近代的球是五号球 那么现在二号球在右边 在一号球有个角度 所以说现在这个球可能要 中竿 中竿左赛 绕过这个六号球 再走两颗心出来 好 绕过六号球 两颗心出来 哦 会不会太大力了 这个二号做三号就非常简单 当然要稍微看一下 这个三号球要做成什么样子的一个角度 因为四号球 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九号球的旁边 所以说三号球的角度 很重要了 因为六号球在球台的上方 所以现在 我们看到FM 他用左手来拉干 拉这个三号球 好 直接拉干 回到球台的中央 那么现在看看这个四号球 这个角度怎么样 需不需要走 两颗心回去 或者是说直接推干一颗心 好 有一点角度 推干一颗心回来 做七号球 碰颗心出来 稍微用点力 因为那个角度稍微小了一点点 好 拉干 拉到另外一边 所以一开始 这个FM的冲球 就是冲得相当的完美 这个让我想起了 这个人家寄来的东西 上面写了一句 竹坊 不及被窄 哈哈哈 好 那么我们看到他当年 这个2003年的时候是49岁 那当然现在已经是超过50了 好 冲球 8号球进了中袋 进了两颗球 但是现在1号球 这个距离稍微远 而且角度也比较大了 这个距离稍微远 1号球 这个角度比较大 我们看到下右赛 低竿 准备要绕两颗心 打了一个刹车球 哇 还是刹的不够 还是过头了 好 那么先来看看有没有办法灌中袋 那灌中袋的话 当然可能要 我们看到3号球在上面 可能只能够打个定杆来做3号球 好 果然没错 打个定杆 为什么不打拉杆来做直球呢 因为打拉杆的话 这个 可能球会变得比较远一点 那么他 Airframe 他宁可 宁可让母球横抬 他也不愿意 不愿意说 做得比较远一点 那做得远一点的话 这个 对 对准度上来讲 多多少少有点影响 角度大没关系 但是不要太远 对 好 看看 这个球啊 这个 选择了拉杆 两颗星回来 做9号球 保球 所以开始 就连一下两局 这个当然了 这个对手是脆懒 所以 这个如果要列表的话 实在是 这个 用这个影音机都要印很久 没错 Airframe 继续冲球 还是一样有球进 那当然了 关键看看1号球 这次带口 不是8号球 好 好我们看到8号球直接进带啊 那么这一次3号球滚到了带口 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 这个我们看看这个3号球啊 停到了带口 所以说现在 是非打个1-3的组合球不可 打个刹车球啊 让这个母球仍然留在这个7号球以上的这个位置啊 换句话说 这以防万一啦 因为你母球如果说超过7号球 当然有可能 这个1号就会 会变 好2号做4号啊 这关键 好绕球台出来 这个等于是下左赛啊 绕球台 走2颗星出来 5号球在右上角啊 那这一球当然了这个 推干啊 我们看他选择推干2颗星出去 好球啊 小拉一点点 好 再拉干横台回去 好球啊 非常的有把握 看他打一球真的很轻松 吹蓝啊 这个当然了 这个两个人 这个一身交手无数次啊 这个在最近的15名里面 交手太多次了啊 彼此当然都是非常的了解啊 是 哇 而水克兰也追上来了两局 现在是2比3 好 那么我们看到 史翠兰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啊 好 我们看到 台面上剩下三颗子球啊 那么6号球是个宝球 必须要来做8号球 那史翠兰现在在考虑 要直台呢 还是要打刹车球啊 好 那么最后的选择是打个刹车球啊 轻轻的打进 然后8号球做了一个大角度的球啊 那当然了这个像这种球另外 如果说你想8号球做好一点的话 但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直台啊 这个直台走两颗星 那么现在8号球必须要打8号球啊 母球啊的右塞横台啊 那么轻轻的啊 也不能太用力 好 横台下来 但是 哦 哦 这个 差一点太大力啊 这个球差一点太大 差一点过头 好 不过这个球还是一样可以保球啊 这个 只是稍微 哇 要小心啊 好 好 没问题 这个 中指上面缠上了一些绷带 待会如果有这个 好 一号球进了 那么当然现在看看二号球 到 三号球 却在球台的下方啊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球如果说要勉强进攻的话啊 这个母球 哇 难度很高啊 这个球要做到三号球的难度很高 除非啊 除非说你做个远球啊 因为我们看到三号球还有一个缝隙啊 好 干脆做个安全球啊 打个吊球 也不做一个 也不做任何尝试啊 因为这个二号做三号 这个困难度实在是太高了啊 好 做了一个吊球啊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我们看到 这个球 这个下方的这个五颗球 几乎都在一起啊 所以说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 这个吊球是相当容易啊 好 那么如果啊 这FN他选择一颗心的话 这个球 右赛要下得很强啊 好 右赛下得很强 我们看他几乎打了一个过干 来增加这个 这个赛的强度 但是 哪里有那么巧的事情 这个球竟然会留下枪子 这个也实在是太巧了啊 这个 这个二号球 只要稍微偏离一点角度 不走这个方向的话 这根本就是没有带可打 这个就是偏偏往这个可以 这个 这个好像一条沟一样啊 就沿着这条水沟下来 留给了这个水沟一个 好那么四号球啊 四号球可能要来做 上方的地带了 我们看到四号球啊 诶 好像 好像同一个带也可以来做球啊 直直拉杆的话 好 直直拉杆 同一个带可以来做球 因为我们从刚刚的特写镜头 就看得很清楚了啊 但是他这个拉杆 拉的并不是很理想啊 拉过头了啊 拉过头了 结果现在看看 你没有办法打拉杆啊 那如果说推杆的话 母球会不会去碰到七号球啊 看看碰到七号球的哪一个面 好碰到七号球 碰到整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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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五号球角度大没有关系啊 这个 薄劲底带之后呢 那母球 横台 横台 兩颗星 走到球台的上方啊 就可以做到六号球 滑里滑劲 然后打了稍微厚了一点点 好 做到了六号球 好 这个滴杆啊 我们看他抬高杆尾啊 打滴杆 所以 所以刚刚的这个 F的这个解球啊 可以说运气相当的不好 这解到的这个二号球的 这个二号球 所走的这个方向 还刚刚好是最 让这个史翠兰最好打的一个方向 是 所以两位高手相见 真的是 寸苦必 一下子变成了 0比3落后 反而倒是 4比3领先 对于 有点 这个 缺口啊 所以说 压在这个 压在这个 台面上 可能这个 指甲跟肉的这个 接缝处 可能会 所以说 它带了一个手 我想这是一个原因 好 冲球有球进啊 我们看一号球 可以直接进攻 好 推干一颗星 就可以做到二号球 同一个带啊 这个 这盘球 我们看它 它冲进了那么多颗球 做的角度稍微大了一点点啊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 它母球碰到了八号球 好 看看 拉杆 有没有办法啊 我们看它下第一杆了啊 准备要拉杆 好 碰左边的颗星 好 四号球 当然做中带也可以 做底带也可以 当然最短的路线就是做中带 好球的底带 没有时间插choke 这个拼命打了 哈哈哈 连续 连续 连续四颗球都不用插choke 哈哈哈 好 冲球并不是很用力啊 但是效果蛮不错的啊 我们看到一号球进了啊 三号球也进了 现在的目标球是二号啊 然后二号是个远球啊 但是这个球角度不错啊 因为我们看到四号球 下一个目标球四号球 在球台的另外一边啊 所以说现在这个二号球如果拼进的话啊 母球推干啊一颗星 可以弹到球台的另外一边啊 可以做到四号球 好看看准度 好空心啊 母球推这个五号在左边 再拉干啊 再拉干这个缩小五号球的包球角度 打了一点点的片带啊 让这个母球脱离这个球台边 呃 当然啦 这个 以两位选手的冲球来讲的话啊 当然给人的感觉是 死却兰的这个冲球的这个破坏力啊 要比这个Aframe要好啊 所以说有时候 有时候两位选手如果说在这个续盘能力上来讲的话啊 这个Aframe 在这一方面可能就要稍微吃点亏了啊 是 对 因为死却兰他的冲球是 这个 给人的感觉就是相当有破坏力 6比3 这些菲律宾的球运朋友们 突然之间呢 有点变得沉默起来了 哎 突然哑雀无声 哈哈 哈哈 哎 现在在干嘛呢 好 在他的那个 发球的地方啊 这个把这个 台部稍微擦一下啊 让这个母球不要陷到那个凹横里面 好像没球进啊 这一次 这一次倒是 哎 不过选手 观摩比赛我相信是一件好事了 对没错 好我们看到这盘球的关键啊 三号球了啊 三号球是个关键 一号球做二号球当然轻轻打就可以了啊 那么三号球如果以目前的位置的话啊 这个拉干回来 有没有办法做到三号球的薄球啊 所以当然要过来看一下啊 看看什么位置 不会受到五号球的这个阻挡 当然另外一个方法啊 另外方法当然就是 拉一点点啊 再 好拉一点 我们看他现在拉很多回来了啊 拉很多回来 从这个位置来看的话 他刚刚有可能啊 这个五号球离三号球实在是太近了啊 可能停在任何位置都没有办法做到 这个三号球的薄球啊 所以说 Airframe才想办法拉回来 可能是想拉到三号球的旁边 来做这个另外一边的底带啊 但是那种拉杆实在是太细腻了啊 没有办法 所以现在 Airframe啊做了一个吊球 那么现在看看 雖然这个球啊 这个球要不要来跳球 但是这个跳球啊 这并不是很理想 因为如果说想要把三号球跳进中带的话 这必须要跳薄球啊 那跳薄球基本上来讲就是比较困难啊 飞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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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燕其实在第一轮就已经被淘汰了 也赶快笑一笑 那么我们所照到的这个旁边的观众啊 这些选手 每一位都都在喝水 可能我想比赛场地冷气蛮强的 肝燥啊 没办法啊 像这种那么远的解球啊 你说要打到三号球的左边或者右边 当然基本上来讲就是已经蛮困难的啊 你再怎么顶尖的高手 都是很难去计算 好 好 用左手来打 推杆 一颗星 哇 下了一点 是不是直球啊 如果是直球的话 当然定杆就可以了啊 定杆就可以 母球就可以从七号跟九号的中间啊 穿过来打五号球 好 有角度啊 当然就不能用力打了啊 用力打的话说不定会跑过头 好 这个就要下第一杆了啊 下第一杆走两颗星 好 下第一杆啊 两颗星出来 好 下右杆推杆 我们看还是下左杆啊 下左杆走两颗星 左到中带 觉得这样子 离七号球比较近可能 对 九号球 所以我们从刚刚啊 这个 Afriend他的一个 吊球啊 打这个三号球 你觉得非常全面 对 全面 好 冲球啊 应该是有球进了 不过六号球来捣乱 我们看近带的球是四号球啊 四号球近带了 但是 我们看一号球却形成吊球 而且二号球又在带口啊 左下角 非常不利的一个球形 看看要不要把二号球给打进带 来做个push 可能是想挡住 但是没有挡到 一号球 形成一个远球的chance啊 这个 这个球 这个 这个 我在想 这个 Afriend他不晓得有没有 要把二号球打进的意思啊 因为 因为现在一号球 基本上来讲 是可以进攻啊 这一号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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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号球 不准 心裡面在罵 還懊惱的 看他那個頭頂一下就知道 這個 在講髒話 如果說一號球可以進的話 這個母球推桿 這個兩顆心 這個只要是過了中線 就當然 喔 剁桿 這個球過不去 打了一個剁桿 好 留下了一個灌球的機會 那麼現在看看 這個 這個 要不要來灌中袋 那麼我們以目前的位置來看的話 這個 好像母球定桿 就可以薄到二號球 要不然的話 這個母球就必須要想辦法弄出來了 這個球還可以來灌中袋 如果說要選擇進攻的話 那當然啦 這個以我們目前這樣子看的話 似乎定桿就可以做到二號球 哎唷 借三 好 果然沒錯 打個定桿 因為這個球定桿是最 如果說定桿可以做到二號球的話 這個球定桿是最保險 對 因為如果說你母球 想辦法要到其他的任何位置 都蠻危險的 對我冒著這個力量 無法控制的一個風險 好 還可以把中袋 母球可能要一顆星回來了 推桿一顆星 彈回來 當然啦 力量不能太大 好 推桿一顆星彈回來 好 右塞拉桿 這個橫台兩顆星 抬高崗位 右塞拉桿橫台 來 好 看看這個球 不曉得六號球角度大不大 如果不大的話 當然直接拉桿一顆星回來 或者是說 如果角度大的話 當然就要走兩顆星 好 我們看他走兩顆星 回來 好 一顆星 拉桿回來 好 一顆星 拉桿回來 好 一顆星 直到目前為止 兩位選手的這場比賽當中 幾乎是零失誤 我們在這場比賽當中 會不會在下一局 就解決掉強敵 Aferreyes 看看衝球怎麼樣 好 但是母球 哎唷 好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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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力 秋風 也要翹壞了 哈哈 這個氣的你看看 喔 再開一次 母球直接往袋口跑 狠狠地翹下去 哈哈哈哈 這個還想再打一次 好簡單的推桿下來 做到四號球 五號球在球台的中央 可能是推桿會碰到六號球 所以說他現在稍微做了一下考慮 可能要選擇要打低桿閃過六號球 我們看他最後還是選擇推桿 不會碰到 好那麼做到了底帶 角度不大理想 這個我們搞不懂剛剛AFRIM為什麼打四號的時候 為什麼不下點右扇來做這個五號球的中帶 這個搞不懂 那當然現在比較理想的 當然就是六號球盡量不要做成直球 這個當然是AFRIM現在在考慮的地方 這樣子的話才有辦法製造一個角度 AFRIM怎麼搞的這幾顆球 這幾顆球打的讓人心驚膽跳了 怎麼搞的 這個有點不大像是AFRIM打的球 這幾顆球 首先首先的這個這個四號做五號就讓我們感覺到不大對勁 還好打勁 哎呦啊有沒有掉球勒 四歲來了 眼睛裡面露出了希望 剁肝 小心會被吸底帶勒 好 剁肝 走 ś 喔 這個是打的讓人心驚膽跳 又開始念念 Auch 又開始念念要 Jeez了 Aiming 是No ALL AIMING LACK LACK zaten 9 ɽ 洞 實際上有一點點不服氣的感覺 這盤球你打什麼球啊 還打得光啊 再看一下這個右塞朵桿 好那當然這現在FN的衝球 好衝球一號球哇 又是個遠球二號球進了啊 司翠蘭就站起來關心一下 三號球我們看在球台的左邊 在球台的左邊 那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說了啊 如果說五號球不在台邊的話 那當然了 這個這個球啊 這個FN可以打一個穩進的桿法啊 那我們常常講到這個穩進的桿法 就是說你不需要去拉桿啊 直接推桿打進 母球可以滾到三號球的下面啊 三號球可以打上方的抵擔 但是以目前的情況 沒有辦法這樣子做啊 所以說必須要拉桿了啊 那當然拉桿的話就增加了困難度 好增加困難度啊 但是並沒有完全拉動啊 好沒有 好 三號球是不是來灌中袋啊 那四號球如果說右上角抵帶 可以過的話就比較簡單了喔 哎呀 相撞 誒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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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懂 是個又站起來 又失望的坐下 再看一次啊 這躲不過啊 這個球他想灌中袋 但是躲不過啊 母球躲不過 為什麼五號球在旁邊啊 躲不過 但是這個球啊 這進的相當的幸運啊 呵呵呵 生傲的一個進球 哎 生傲的一個進球 哎 生傲的進球 對他們來講是相當簡單的一個球啊 當然對一般的人是不見得 所以但是像這種球對他們來講 是算是大嗆死了 以目前的比數來看 A Friend的這幾顆球 真的像是在掙扎 對 好 下了一點的左賽 推桿下來 好啊 繼續在掙扎之中 當然啦 這個史萱蘭也是相當憂心啊 因為這個一追 有可能就直接追到分數 啊 夏威卡也是看得笑嘻嘻的 呵呵呵 這真的沒辦法 史萱蘭 無可奈何 只能夠在那邊發牢騷 好 衝球啊 一號球進了 六號球也進了 那麼我們看看 二號球也進了 所以說現在的目標球是三號球 我們看 哇 衝進了三顆球啊 我們看啊 這個一號 二號 六號 啊 一二六 那麼 但是這盤球就算三號球可以過啊 那麼這個五號球也是一個麻煩啊 哇 井子越深越長 呵呵呵呵呵呵 好 做個安全球 哇 這個吊球吊得漂亮 這個對這個 對這個球的這個 這個敏感度啊 非常的高 非常漂亮的一支吊球 這蠻可惜這兩位選手在八強就碰到 如果在冠亞軍碰到 那不知道多精彩 對 那才那才刺激啊 好 史萱蘭 解球 看看解的怎麼樣 啊 留下了一個遠球啊 啊 留下一個遠球 留下一個遠球 當然啦 這個遠球還 話說回來 還是要還是要考驗啊 這個 這個 AFRAM這個一個 這個高齡的一個準度啊 看看這次能不能通過考試 哎呀 不准啊 不准 中彈 哦 不准 畢竟 畢竟太遠了啊 不准 呵呵呵 好 再看一次啊 不准 然後三號球下散啊 啊 下賽 哇 賽 賽得很強 好 那麼現在史萱蘭啊 看看三號球好像還可以薄啊 母球可能會碰到七號球 啊 還不會碰到啊 這個打後就可以打得進了 好 把它給撞出來 多了保球當然了啊 這個母球看看是要 可能要走直台了啊 這支台走 這個走兩顆星啊 好 但是我們看它選擇拉桿啊 拉桿又曬 好 有沒有辦法閃過八號球 哎唷 閃過了啊 哇 閃過了就漂亮了啊 所以 以後啊 對付這種老選手啊 這個不需要掉它的球 留遠球就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比賽應該是結束了 是不是最後一個九號球呢 這個讓我相信的是什麼 人家寄來的東西啊 上面寫了一句 竹帆 不及備載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那麼我們看到它當年啊 這個2003年的時候是49歲啊 當然現在已經是超過50了啊 好 衝球啊 八號球進了中袋 進了兩顆球啊 但是現在一號球啊 這個距離稍微遠 而且角度也比較大了 看它下右塞 低桿啊 準備要繞兩顆星 打了個煞車球 哇 還是煞的不夠 還是過頭了 好 那麼現在看看有沒有辦法灌中袋啊 那灌中袋的話 當然可能要 我們看到3號球在上面啊 可能只能夠打個定桿來做3號球 好 果然沒錯 打個定桿 那為什麼不打拉桿來做直球呢 因為打拉桿的話啊 這個 可能球會變得比較遠一點啊 那麼他 Airframe他寧可 寧可讓母球橫台啊 他也不願意 不願意說啊 做得比較遠一點啊 那做得遠一點的話 這個 對 對準度上來講多多少少啊 有點影響啊 角度大沒關係啊 但是不要太遠 對 好 看看這個球啊 這個選擇的拉桿 兩顆星回來 做9號球 保球 保球 所以一開始啊 就贏一下兩局 這個 當然啊 這個 對手是 翠嵐啊 所以 收看 好